主場作客是由太古堂贊助播出 大家好, 現在是夏天 我想很多人都說要保持健康 不過要保持健康, 不代表要節食 我今天會教大家做一個 日式薯仔煮牛肉 是一款非常健康的日本家常菜 另一個主角就是牛肉薄片 薯仔去皮, 然後切成一口大小 蘿蔔要切到不規則形狀 增加表面面積, 會比較有味 還有芋絲, 另外有日本的一番糕湯 其他調味料方面, 我們會有蔗糖 料理酒, 日本的醬油和味醂 首先我們會先切芋絲 然後我們會把牛肉切成5厘米的長度 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煎一煎牛肉 現在牛肉兩邊都轉色了 就可以放薯仔進去 還有洋蔥和甘筍 然後加芋絲, 不停地炒一炒 現在薯仔煎已經煮到邊位透明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料理酒 料理酒的酒精揮發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一番糕湯 再加一番糕湯, 裡面可以加一番糕湯 去煮果 有聽過昇糖指數嗎? 其實昇糖指數是反映碳水化合物 被身體吸收和消化的速度 所以我們今天選了低昇糖指數的借糖 可以幫助穩定血糖的水平 而且可以幫助控制食量 吃少了, 自然更容易保持 現在可以加日本的醬油和味醂 繼續用中火, 大概煮八分鐘左右 再加少許醬油, 然後關火 蓋上蓋子, 再焗一兩分鐘就完成 太古見美圓謝金沙堂 是全球首創低升糖指數食用糖 低升糖指數食物 有在延長碳水化合物 在人體吸收及消化的速度 這樣就可以避免過量進食的機會 見美同步, Easy Job